国会在千呼万唤下终于在今天重启了 但没想到国会特别会议才刚开始 就掀起朝野议员多次骂战超过一小时半 多名在野国会议员更是站起来 非议国盟政府召开的特别会议 新闻开始之前欢迎点赞留言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东方快讯live 我是明燕 国会终于在今天重启了 但在国会特别会议才刚开始 就掀起朝野议员多次骂战超过一小时半 多名在野国会议员更是站起来 非议国盟政府召开的特别会议 以及质疑这一次特别会议的合法性 民信党先本纳国会议员沙菲伊阿达认为 今天的特别会议与国家元首预令政府召开的 国会会议的形式截然不同 有违元首的指示 行动党蒲总国会议员戈冰辛则质 质问为何国会特会没有让议员投票 他们要求召开这个会议的原因就是要表决政府是否失败了 他也强调议会常规第100条文 允许议长针对议会常规未产民的事项做决策 但是为什么只是停在允许议员发言而不开放让议员通过议会表决 另外公正党是拉扬国会议员梁志坚也指出 议会常规不能凌驾于宪法里所参明的国会议员职责 如果动议都被拒绝提成 宪法的基础将会受到破坏 那在这场骂战中 下议院议长拿督阿兹哈哈伦成为在野党议员围攻的目标 阿兹哈在多番尝试解释不果后 则高声要求议员们闭嘴 并表示他不认同在野党议员所说的话 议长叫后尝试针对议员提出的问题做出解释 但多名在野党议员一直站起来打岔 干扰议长发言 议长更是多次在议会厅内发飙 并斥责在野党议员原因议会常规 自己却没有遵守 就像议会常规所称明当议长在发言时 议员们必须安静 罵战的高潮是人民共政党主席纳都斯里安华 杠上了土地贸工部高级部长纳都斯里阿兹敏阿里 也在国会上掀起了骂战 安华在国会上非议政府通过后门批准多个领域云印 导致出现多个冠病感染群包括工厂感染群 引起阿兹敏的不满并站起来回击安华说谎 阿兹敏直言安华的言论的资料有错误 并出示资料显示制造业的确诊病例仅占总数的8% 并要求安华的解释 不过安华也不愿和阿兹敏再纠缠下去并要求政府教育他们的部长 因为部长要在国会发言有其秩序 另外其中一名在野党议员也就是前首相敦马哈迪也猛批 为期五天的国会特别会议实际上是一场汇报会 是政府用以欺骗人民让人民误以为这是国会会议 他表示政府已经无需通过汇报会来汇报政府要执行的政策 因为已证明失败 马哈迪也自嘲以自己辞职过两次的经验 劝告已失败的国盟政府也应该辞职 随后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也指出2022年财政预算案的三个重点 分别是推动经济复苏 重振国家和推动改革议程 政府将特别关注在复苏受到疫情影响的领域 并提升公共卫生系统能力和社会保障范围 以及促进数码经济以提升国家在全球新常态下的竞争力 财政部也将会在今年8月发布裁案前声明 其中包括人民针对主要政策看法的文件 以提升人民在来年裁案的参与率和透明度 同时慕尤丁也表示 随着国家复苏计划和新冠疫苗计划进展顺利 政府预计多数州属最早能够在10月份进入国家复苏计划第四阶段 他强调政府在国家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上已经决定 对于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州属不会再回到第一阶段 当然政府也将继续进行风险评估 包括评估所有州属进入第二、第三或第四阶段的准备情况 慕尤丁也坦承国盟政府并不是完美的政府 但国盟政府会挽救人民性命和生计而行动 他敦促人民适应新常态 在面对困难时必须团结一致 不要互相指责或争论不休 以及无论身在何处都应该做好防疫措施 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督斯里达基尤丁指出 政府已经决定一旦紧急状态于8月1日结束后 就不会再向国家元首建议颁布新的紧急状态 同时他也突然宣告 政府已经决定撤回所有六项 在紧急状态法令下所制定的紧急条例 并已在7月21日生效 另外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缺席 今天下午的国会总结环节 改由财政部长东顾扎夫鲁代表总结 引起反对党国会议员强烈不满 那预知更多关于国会的新闻 也可以浏览东方网或是东方日报的面子书 另一方面全国各政府医院的部分合约医生 于今天上午11点响应罢工行动 参与罢工行动的合约医生都身穿黑色上衣 手举纸卡 那在吉隆坡中央医院方面 就有约50名合约医生参与 主要是从入口处步行至露天停车场相应这一次的活动 创新毛诺医院也有数十名合约医生支持罢工行动 同样的在沙东关病低风险隔离及治疗中心 新山中央医院 槟城医院 医保苏丹后端姑拜农医院 太平医院都有合约医生参与罢工行动 那主要是以行动表示支持这一次的罢工 也希望政府能正视合约医生的福利 大约50名吉隆坡中央医院的合约医生 今天早上11点从医院大门口走向露天停车场 展开罢工行动 大家都是医生 我们都经历了很多才能趴到今天 可是这回从来没有正视的对我们 我听也是很幸运 他们从来没有把我们单元来看去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今天的这一个活动 其实我们只是要公平的竞争跟我们其他经历有同样的潜力 和待遇 待遇来做专科 考进他们的大学来 来subspecialize这种东西 可是因为现在的状态我们是合约 我们就不能继续考我们的Bass Master's Paper All we just want is equal rights All we just want is human rights Is it too much to expect for human rights? 我们就要做的 我们要做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 所以当我们有合约的 和约的公司的 不必要做的 我们能做费用的 所以在未来 现在的未来 未来的 现在就要退去 所以我们需要 社长的未来 保护的亚绮典 保护的亚维典 我们能力保护的亚维典 我们能力保护的亚维典 OKOK OK 合约医生呼吁政府让他们晋升成为永久合约医生 并获得禁修的机会以及白纸黑字的保障 不过这一场罢工行动在警方的劝说之下 大约在11点22分就匆匆结束了 对于合约医生罢工行动 大马卫生联盟促请政府公平对待所有的医生 并对他们持有怜悯之心 没有任何医生因因非暴力的罢工而被逮捕 该联盟对于今天的罢工行动没有表明官方立场 不过该联盟支持罢工行动的主旨 并支持所有有关卫生专业人员的宪法、法律和人权 接下来给大家报道今天的疫情数据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14,516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达1027,954宗 柔佛州的确诊病例今天也飙升至1449宗 排在全国第二 另外今天的死亡病例又在创新高 今天有207人死于新冠肺炎 疫情还未见减缓 灾害却不断来袭 在中国浙江省上海外海徘徊的烟花台风 于周一早上于浙江平湖市沿海再度登陆 带来大量的雨势 浙江多地上午已经发布洪水橙色预警 至今已疏散人数超过165万人 上海中心气象台周一早上11点将台风橙色预警信号 调整为黄色预警信号 虽然台风强度已渐渐减弱 带来的雨势仍不容小觑 因此浙江省长正乍节 强调遇到突发状况时必须加强应变 并提高科学防台防烙能力 另一方面 英国气象局针对伦敦与周边地区发布 破警告 部分地区受到暴雨侵袭 降雨量预估达75至100毫米 几乎是7月平均降雨的一倍 因此出现严重淹水 有汽车和巴士路中死火 部分地铁线也受到影响 至少8个车站要关闭 东部两间医院由于几种是淹水 而让使用者转到其他医院 当局也向两个地区发出淹水警报 官员也警告民众在恶劣天气下避免外出 换个焦点 周六在东京奥运会的女子 使米气步枪项目中脱颖而出 夺得东奥首枚金牌的中国选手杨倩 除了在赛场上沉着应战的表现 令人印象深刻之外 在奥运讲台上举出派心的可爱举动 也令她人气大增 赛后也吸引宁波某个当地企业关注 决定向这位夺金枪后送出花云住房 表扬她在奥运舞台的出色表现 另外滑板女子揭示赛决赛 今天于有名城市运动公园进行 13岁的日本选手西史华 丽亚同样13岁的巴西选手莱亚 以及日本队友中山峰奈夺冠 不仅摘下奥运史上首枚女子揭示赛金牌 更成为亚洲史上最年轻的奥运金牌得主 数十年来 女子体操选手向来穿着三脚高叉 露出整条大腿的紧身衣 然而在周日的资格赛中 德国女子体操队穿上颠覆传统 覆盖全腿的连身紧身衣 参战本届东京奥运 以抵制体操界性化女性的现象 她们以借此表态女性有选择自由 可以选穿让自己自在的衣服 今天的东方快讯Live也来到了尾声 明天也记得要留守东方快讯Live 我们再给您及时报导当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